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天耀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者的第12题 他说基因转值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技术下列 有关于基因转值的虚数下列何者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底下几个选项 A选项他说目前尚无法成功利用基因转值生物做成食品 我现在大家如果有去过超市或大卖场买东西应该有看过 在我们的黄豆做制的产品里面 例如说像是豆浆或豆腐等等 上面可能会标注说此为基因改造黄豆制成 或者此非基因改造黄豆制成 或者像是一些玉米罐头等等 他后面可能会标注是不是基因改造的植物所制成的 因为我们透过基因改造 我们可以让植物有一些抗虫或是抗旱的能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B选项 他说基因转值细菌是让虫组DNA送入宿主细菌的细胞核 诶 没错啊我们就真的我们就直接将我们要的这些基因 有没有镶嵌到上面 然后于是送到我们的细菌的细胞里面 这有什么不对呢 但我们发现我们的细菌 他是我们的原核生物界的生物 也就代表说他没有胞气啊 没有胞气怎么会有细胞核呢 所以这题其实出来这里哦 我们送入他的细胞内 但是不是送进他的细胞核内 因为他是没有细胞核的哦 好 那至于详细怎么把他送进去的 我们透过质体怎么样去把它切割 怎么样把它放进去 这个后面的补充会讲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继续点下去看哦 好 他说呢 目前的基因转值研究已经能够的成功 将外源基因植入增核细胞中 这个选项是对的哦 大家应该有常常看到我们的所谓的荧光鱼 有一些荧光的猪等等之类的这种东西 这个我们就是将一些像是海底的一些水母啊 之类的这种具有荧光的一些动物 我们把这里面的荧光基因抽出来 然后放到我们的增核生物的细胞里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选项 他说目前已经可以将胰岛素的外源基因 植入糖尿病患者的体内 帮助其产生胰岛素 目前这个我们还是做不到的哦 目前我们只能植入一些像是细菌里面 让他们帮我生产胰岛素 再透过我们注射的方式 将胰岛素注射到糖尿病患的身体内哦 好 我们来看一选项 他说重组DNA的技术区间将特定限制酶切开载体DNA 另以其他种特定限制酶切取预转值的基因 再以DNA结合酶来做重组哦 这一个选项错在 他不能以其他种特定的限制酶 他要跟上面是同一种哦 你什么去切开载体的DNA 你就要用什么来去切开你要转值的基因哦 这个详细的内容 我会跟B选项一起放在我们补充的延伸里面 来跟大家做讲解哦 好 所以这一题呢 我们对的选项就是C选项哦 大家不知道答对了吗 好 我们的B选项的延伸 就在我们的遗传工程里面哦 里面我们会讲到质体限制每根外元金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点进去看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咯